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此后张学友不得不出面道歉 甚至还卑微到自称为以民 将一代天王逼的这个地步 只能说这届网友还真是优秀 事实上作为一个如假包换的天津人 张学友无论如何也不该传出不爱国的绯闻 2002年回到家乡时 张学友一下飞机便在机场搜寻与自己长相相似的面孔 因为在他心中 天津人有着独特的亲切形象 他还特意的从家乡堂姑带走了独有的水和泥土 可见他对家乡的感情有多深 而身上流着这个血液 张学友对内地的感情也是从来都不一般 早在香港回归之前的1993年 张学友就曾与一众港星一起 参与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赈灾 扶贫 创明天一演 1991年在华东水灾发生时 张学友在内的一众港星还为此募集了一亿元善款 而在1998年的国庆晚会上 张学友更是担任的国歌领唱 台下与他一起演唱的 还有霍英峰老先生这样的国之公固 不管是08年奥运会还是今年举办的冬奥会 张学友都以他独特的身份亮相 重要场合从不缺席 也是被日本记者提问如何看待香港回归问题 张学友也是立刻回怼表明是自己中国人的立场 汶川地震捐款500万 武汉疫情时期更是被网友爆出捐款5000万 这里的每一条线索几乎都能表达张学友的爱国心 好在德志哥深受了委屈 一众官方号也火速出面为他发声 央视六公主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一条张学友为冬奥会录制歌曲时的视频 连傲娇的六公主都看不下去了 可见黑粉们有多过分 爱国不是挂在嘴边 而张学友也完全是惊得起大家的考验 毕竟他可是协助过警方抓捕数十位逃犯的警戒卧地 没有一个逃犯能逃得过张学友的任何一场演唱会 2018年 张学友在合肥站演唱会上一连批发了九名逃犯 成功完成了一年的KPI 在此之前 警方就已经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抓到了二十多名逃犯 2017年6月 警方就曾抓到一名用无人机观看张学友演唱会的歌迷 彼时 他因为买不到票便出自下策 没想到演唱会还没看完 警察叔叔便来到了他的身边 然而没想到的是 这也成了张学友开启逃犯克星生涯的开端 2018年4月 作为卧底侦探的张学友到南昌开演唱会 几万观众的聚集再次引起了警察叔叔们的注意 于是在茫茫人海当中 再次为张学友贡献了一枚KPI 从此之后 张学友卧底侦探的身份就藏不住了 不少逃犯本想到演唱会上碰碰运气 没想到却成了张学友克星人设的炮灰 于是当看到自己的赫赫战功时 就连张学友本人都能忍不住为自己谦虚起来 从此之后 张学友便多了一个与萧敬腾一样屹立不倒的人设 他也凭借一己之力成为了出警察叔叔之外 讨犯们最害怕的人 就连央视都忍不住催他赶紧多开演唱会 因为别的明星开演唱会顶多为国家增加消费 张学友却还可以凭借着一己之力 为社会治安问题做出贡献 不过 能让逃犯们冒着被抓的风险 也要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 也足见的他的魅力有多大 而粉丝们不知道的是 除了经常在演唱会上抓到逃犯之外 张学友的演唱会上还有一个小秘密 那就是 无论他的演唱会人气有多爆 八排26座这个位置永远都不会对外受卖 而对于其中的原因 曾有坊间传闻 据说之前有位身患绝症的粉丝抢到了这个位置 结果最终却因故事没有机会到达现场 于是当张学友了解到这件事情之后 便决定要将这个座位永久的为这位粉丝保留 而在得知张学友的这个暖心举动之后 粉丝们也是纷纷被这位歌神感动 其实张学友一直都是一个十分宠粉的歌手 他除了有一个逃犯克星的人设之外 还有一个罚款王者的称号 因为几乎每次张学友开演唱会 一定会因为超时被罚款 并且一罚就是几十万 但相比于这些身外之物 张学友则更加看重粉丝们的开心 也正是因为张学友暖心对待粉丝的方式 才让他在娱乐圈也成了不少谜地谜媚 早年陈奕迅在出道时 模仿的就是张学友的唱腔和风格 而周杰伦也曾霸道地表示 女朋友出了自己的歌 又就只能听张学友的歌 舒奇更是把他当作梦中情人 还梦到跟他一起牵手逛街 不过尽管张学友人缘极好 但他却只对罗美威一个人流露深情 三年二十一个费用 被列入雇主黑名单 洁癖到变态的罗美威 为何还能被张学友独重三十五年 港媒爆料 罗美威因为对家里费用的故意找查 而被家政公司列入黑名单当中 更是在生下孩子后的三年间 连续更换了二十一个费用 罗美威的这番操作 也为多年来从无黑料的张学友 贡献了唯一的一个败笔 不过尽管罗美威因为洁癖出名 张学友却从未对妻子发出任何不满 当外界对罗美威饱受质疑时 她便立即化身宠妻狂魔 单眼皮厚嘴唇 罗美威在一众港风玉女盛行的年代 长相并不算出众 然而相比于其他女明星 罗美威却胜在有一个好的背景 干爹何其昌是佳和电影的创始人之一 先后培养了李小龙 成龙 红金宝等明星 另一位干爹邓光荣 则是出身香港三大帮派之一 更是与谢贤 沈殿侠等人结拜为兄弟 在香港娱乐圈的地位同让不用小觑 而一度火遍整个亚洲的香港女儿 梅艳芳 更是罗美威的干姐姐 有这么多大老相助 罗美威自然不愁在圈内的发展 当年罗美威拍摄完《开心鬼》系列之后 便在圈内一炮而红 一度与张曼玉 刘嘉玲等女星一起 并称为香港娱乐圈中最有权力的女演员 原本罗美威的发展会一帆风顺 但没想到 却与张许友在一次合作中相识 彼时 罗美威已经是前途灿烂的影视新星 张许友却是一个十八线开玩的小歌手 两人的感情一度并不被外界看好 但好在罗美威并没有嫌弃张许友的人气 在自己之下 而张许友自从连来之后 事业也终于开始有了起色 他的第一张专辑销量就突破了二十万张 还拿到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和十大金格金曲奖 并且被评为最有前途的新人 不过在事业攀升之际 张许友却不幸赶上了谭章争霸时期 那段时间 谭永林和张古人的光芒太过耀眼 导致张许友在乐坛 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有时候去参加商业 甚至还曾被赶下台 于是在事业的打击之下 张许友便整天疯狂买醉 还在一次酒后大闹美严芳的生日会 而罗美威也在这时提出与她分手 她可以陪张许友度过最困难的日子 但却绝不允许她自暴自弃 当看到罗美威在报纸上发布的分手声明之后 张许友才真正清醒 于是此后她也下定决心 对罗美威不离不弃 不过尽管张许友对罗美威一片深情 却曾因吴君如的一句话陷入争议 2009年 吴君如曾在一档节目中 爆料张许友在内的三位天王 都曾被一位神秘女性挤油过 导致张许友的口碑跌落 然而吴君如的这番话 却没有什么证据 她也曾再次出面为张许友澄清 不过不可避免的是 这场风波还是为张许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其实不管是在感情上还是在国家立场上 张许友一直都经得起网友们的考验 也正因此她才能被称为是一代天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